伯科胜利组织自去年以来 在科迈隆北部杀死了大约400名平民 近几个月来 该组织肆无忌惮的攻击 促使科迈隆政府 在乍德的帮助下 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首都雅温德的公共建筑物 都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这是一个好的举措 它是科迈隆人意识到 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问题 很多人对暴力冲突已经忍无可忍 他们设法出国 期望能在西欧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 但是有些人未能抵达目的地 这位来自雅温德的妇女 就在逃离的途中 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扣押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国家呢 因为伯科圣地组织 一直在破坏我们的生活 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父母 兄弟和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得不逃离我的国家 我要给我的孩子和丈夫 寻找并提供好的教育 奥巴马政府星期三宣布 将向科迈隆派遣多达300名军事人员 针对伯克圣地反派分子进行情报搜集 监视和侦察行动 科迈隆人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欢迎 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非常及时 因为这种支援真的会帮助科迈隆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纵观整个前线 得到支援的其实不只是科迈隆 但是 有些人对美国提供帮助的动机 提出质疑 我可以理解 对于目前的局势 需要以相应的力量 做出适当的回应 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 这些前来帮助我们的国家 是有利可图的 铃国尼日利亚也对美国决定 向克曼隆派遣军队表示欢迎 并要求其他国家效仿美国 以铲除该地区的恐怖主义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由尼亚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